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最近看到你们做了很多东西很喜欢 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开心 非常感谢 也因为你们给我的灵感 我给你们写了一首歌 希望你们能够开心吧 一二三四 转眼已经八点了 仿佛只是眨眼了一下 看着我们走过的路啊 好多话 心里放不下 曾经遥遥相望的你呀 现在不知你还好吗 找到那个喜欢的你吗 还是正在尽力挣扎 始终滴答滴 人来人又去 转过深海有人在等你 这是我能想到最美的事情 不知会不会与你经历 你 那些你曾经做的话 说的话 一笔一句我都收到了 就把这一点一笔都种下 开成几一笔最美的花 那些你所有的表达 轻轻说话 无所不能的像个小哪吒 那我明白 那我明白这就是爱呀 这些爱让我不再害怕 你也别怕 也许我永远唱不出 也许我永远唱不出 有什么困难啊 也别忘了你有多伟大 深深谢谢你啦 谢谢 我唱得那么多OST 就是我想被大家听到 太多了 没完整的是 大家现在听腻了吗 我还能继续唱歌吗 不知道 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 哪怕你现在看我话很多 但我的内心其实还是个腼腆的人 什么时候 尽快吧 因为尽快的话就一直不接触 害怕自己说话浪费别人时间 别人不喜欢听 我就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歌手 没有想过会 做这一好 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歌手 大家都会觉得这一行 太遥不可及了 你怎么去做呢 怎么让别人看到你 对 所以想就是能不能做个医生 因为想的是比较能够稳定一些的工作吧 那段时间我就是天天在家翻译翻译翻译 看书看书看书翻译 唯独有几个课目过了 还是因为我们老师 你看看我们周神 我不知道他听不听得动 但他每一节课都来 然后我就给他个合格 人生真的比戏剧精彩 我刚选完音乐学 刚读完半年 我就生代小姐失声了 我就哇 那么大 大一个玩笑 拜托 我思考过很多问题 我现在甚至思考过 我就算成功地学完了专业 我能够成为一个音乐老师吗 但是也是在后面学习的过程当中 在音乐学院 我问了我老师 老师你觉得你最开心的日子是什么 我老师他说的是 我从小都在唱歌曲 五六十岁的时候他就回来学校教 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好美 就是一直在做你喜欢的事情 然后把它最大化的去呈现 好难说服哎 冷战啊吵架啊 不我就要觉得 不给你生活费 不给就不给 把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我觉得那段经历让我的抗压力大了很多了 所有的困难或者什么都要自己去面对 你不能逃避它 在乌克兰 我们连语言都不同 去买个菜都要被别人凶 因为你可能只是买了十块钱的菜 我拿了一张五百块钱给他们去找 他们就 哇 他们就很凶 但我当时听不懂他说什么 我觉得很无助 我就把我所有的钱给他 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哪一张 我觉得他太生气了 我说我该打哪一张才不生气 所有当时你会觉得很无助 就觉得你怎么在外面 大家对你那么不友好 你已经很孤单了 你已经很辛苦了 为什么还要一直遇到这样的痛苦 我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 跟父母说你没用啊 只会让他们压力很大 包括现在我每次打电话回家 他们就说 儿子你得要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 就爸爸妈妈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帮你 爸爸妈妈甚至都不知道 你们这一行是怎么工作的 只是知道你好像在电视上越来越瘦了 我之前唱过的所有OSD 其实还蛮久的吧 但是中间波折很多 我觉得没有紧张 一开始给的版本 不太是我想要的样子 所以就临时提前可能就只有 七天七八天的样子去找朋友 再去重新编累一下 然后中间在彩排的时候 又有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昨天熬夜又跟老鼓弦 我们这次的音乐组间 就是一起再去把一些我们觉得顺的 我们觉得不顺的地方把它解决掉 对你来说意义最深刻的一首是什么 那一定是大鱼 因为很多首歌都是有了大鱼之后 才被大家看到听到 才会觉得会不会他来唱我的歌还不错 就像你 都能够随着 但我能够随着 我能够随着 你 HAPPY BIRTHDAY DEAR SHEN SHEN HAPPY BIRTHDAY TO YOU 本来想是七月二十五号再官宣 然后就因为微博在认证 然后微博刚认证 就被别人扒出来 然后现在想 嗯 干脆直接承认吧 当然会紧张 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面对什么样的未来 我觉得我想要先思考到一个我明确的方向 才更好的能够去选择以后 想要合作的伙伴 很吵 活泼 越来越放心让观众去认识你吧 温柔 腼腆 我也很想念她 中文字幕——YK